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Bang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DSE 2017 PAPER II 第四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它就說 1 over Pi 的四次方 等於什麼嚴世聰 下面有四個選項 都是有關於CORRECT TO 數字 數字 或者DECIMAL PLACES 事不宜遲 拿定計算機都可以 這條例如你讓我做 說真的 我會用計算機 我會按1 按除 是否over 就是除 然後按Pi Pi 怎樣按 是Shift EXP 然後四次方 按Head 按4 三個弧 等於 所以如果你從計算機這樣看 理論上 這塊是0.01 0.02 65 982 應該就是這個 逐一擊破吧 先看看A的選項是否正確 整塊是0.01 0.02 65 982 如果正確是CORRECT TO 三個有數字 三個有數字的話 那怎麼辦呢 我們在這裡數 頭兩個非零的數字 不是零 第一 頭兩個是零 那是不計算的 直至 從左至右第一個非零的數字 就是這個 第一個有數字 這個0也照計算的 之後就是第二個有數字 而第三個有數字當然就是這裡 所以拿支紅筆 就是在這個位置切開 可以嗎 然後看看後面需要不需要四四五入 就看看綠色的位置 好了 綠色的位置 總之五額以上就需要四四五入 所以理論上如果 如果他用三位有數字 FEE SFRIKES 的話 理論上這個答案就是 0.0 是什麼 就是10 10 進位 103 是吧 那怎會是0.0 102 所以這個 拜拜 好了 至於B Part 再來吧 B Part 就是0.0102 是吧 就是65982 這個數字 是吧 就correct to 4 significance figures 四個有效數字 如果他說四個有效數字 就是一樣 第一個有效數字 在這裡 第二 第三 第四 就是這裡 所以這次切開的位置 就在紅色這個位置切開 是吧 就看看他需要不需要四四五入 看綠色部分 就是後一個位置 當然五當然需要四四五入 是吧 所以在這裡 如果四位有效數字 FEE 的話 答案就應該是0.0 102 6就等一格 變成7 是吧 那怎會是0.01025 所以這個都拜拜 OK 至於C Part 當然 又抄回這個數字 方便講解 0.010265982 是吧 如果他是五個小數 準確至五位小數 就是五個 decimal places OK 所以小數後的第五個位置 即是第一個 小數後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 第四 第五個位置 就是這裡 是吧 接著拿定這支紅色筆 就是這個位置切開 看看後面需要不需要四四五入 拿著綠色筆 即是看這個位置 5 5或以上便需要四四五入 是吧 所以這塊東西 如果用五位小數去correct 5個 decimal places 就會是0.01027 0.01026 當然是錯 是吧 直至到D Part 這個就是0.01026 就是5982 是吧 而事實上 他現在說六位小數 correct to six decimal places 所以換言之小數後第一個位置在這裡 第二個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個位置在這裡 當然 在這裡切開 是吧 好噁心 先畫多次 在這裡切開 是吧 而事實上 綠色位 即是看後一個位置 就是看他需要不需要四四五入 9 即是5或以上便需要四四五入 所以在這裡 好噁心 所以最後答案 就會是 0.01026 5 等一格 就是6 所以0.010266 當然這個是對 OK 所以這次正確答案 就會是D OK 好了 Check check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到這裡了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再見 拜拜